人的优势潜藏在劣势里 危机四伏中也照样有逆风翻盘的希望 哪怕世界都不站在我这边 我也不会害怕 只要活着 就总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该害怕的是他们 而哪怕拿了虐文女主剧本的我 我的人生也依然会向前 向前 我绑定了虐文系统 攻略到一半 系统嘎了 赏金没了 我疯了 系统嘎的那天 是炎瑶的生日 顾沉川和炎瑶 在盛放的白玫瑰中拥抱 接吻就跟他结婚正上 另一半的名字不是我一样 慢慢的累 我大受感动 开着直播就进去了 对对对 这就是你们的宝贝大明星炎瑶 亲他的是谁 是我老公哦 没想到吧 谢谢绑一大哥的穿云剑 新来直播间的朋友点点关注 点赞到一百万 我再让他俩给大家做一个 顾沉川的脸 当场就绿了 转文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轻轻不迷路 我穿越到一本名叫巨星闪耀 冒跑天气很模认的古早狗血纹理 还绑定了里面的虐文系统 文理徐兴和和顾沉川商业联姻 徐兴和对顾沉川很是上头 顾沉川却只把徐兴和当炎瑶的替身 就在徐兴和又当爹又当妈 逐渐吸引顾沉川的注意时 炎瑶大明星荣耀归来 事业上给徐兴和使绊子 感情上也强势介入徐兴和和顾沉川之间 之后经历了一系列 诸如炎瑶害徐兴和被全网黑 装病住进徐兴和的婚房 下药 陷害 借父生子等等事后 徐兴和流产了 他万念俱灰 他万分悲伤 他抑郁了 他要逃跑 此时顾沉川陡然开窍 他发现他的白月光竟然是如此阴毒的人 他发现他其实早就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徐兴和 只是他不愿意承认 更邪门的是 徐兴和竟然逐渐被他感化 跟他AHA了 剧情很好 下次别写了 然而系统要求我必须跟剧情走 不然就会被扣钱 如果剧情顺利发展到结局 我将会拿到所有的任务奖励金 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 人怎么能为了尊严不要钱呢 于是我听系统的话 兢兢业业跟着剧情走 系统让我被后妈打巴掌 我忍 系统让我舔渣男 我忍 系统让我被炎瑶设计全往黑 我忍 终于系统嘎了 冰冷的机器声在我的大脑里消失 我出卖人格换来的钱没了 人不会因为男人发疯 但会因为没钱发疯 我疯了 系统嘎那天 是炎瑶的生日 我记得原著里的宴会地点 换上一身黑裙子 胸口别躲大白花就去了 宴会厅很大 里面摆满了炎瑶最爱的白玫瑰 我来的时候 炎瑶也刚进来 他穿着一袭白色高定纱裙 像只雪白的天鹅 环视四周 捂着嘴 小脸通红 看着顾晨川 感动得渲染欲气 而我感动得举起手机 顾晨川拿着话筒 深情款款 摇摇 生日快乐 我为你订来了全国的白玫瑰 在场所有人 都是来过我跟顾晨川婚礼的 但此刻顾晨川话音刚落 全场起哄 轻一个 轻一个 炎瑶眼里亮晶晶的 下一秒一个稳落在顾晨川唇侧 慢慢的累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眼啊 直播间都要求我拉近镜头 我很听劝 举着手机走了进去 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 整个宴会厅逐渐陷入死寂 只有两声刺耳的讨论 他怎么来了 还嫌不够丢人 郑主回来了 替身应该退位了 自取其辱吧 怎么穿得像奔丧啊 故意的 我恍若未闻 在顾晨川和颜瑶 不怎么好看的表情中 露出一个笑 好多人啊 我顿了一下 补充 我说 我直播间 颜瑶一直都是单身 青春育女的形象 反应过来 我说什么 脸刷得白了 顾晨川立刻把颜瑶护到身后 徐星河 你发什么疯 是哦 我在发疯 大家都在让你做自我介绍呢 啊对对对 就是他俩刚刚在打播 女生你们都认识了 是大明星颜瑶 今儿不是他生日吗 那个男的是谁 是我老公哦 领过结婚证的那种 一时弹幕炸了 我还在继续巴巴 谢谢绑一大哥的穿云剑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点点关注 点赞到一百万 我再让他俩给大家火嘴一个 直播结束 网上炸开了锅 徐星河已婚 颜瑶小三 徐星河的老公 竟然是顾家太子爷 三个词条 骑刷刷马在那里 好一出抓马的豪门娱乐圈 三角关系 网友们纷纷感慨 说起来 徐星河之前风评蛮好 后来故意撞山炎瑶 拍戏把炎瑶推进水里 又被炎瑶暗示说 他背后有金主 靠金主抢资源 才开始被拳往黑的吧 同一楼上 感觉有内情 炎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炎瑶的粉丝不听了 能有什么内情 还不就是某些人不要脸 明明顾总最喜欢我们瑶瑶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这言论一出 立刻就被攻陷了 不知道炎瑶现在心情如何 总之 我看着直播间的收益 笑出了声 房门被打开 气炸了的顾沉川 搜的一下窜进来 狠狠捏住我的下巴 阴挺的眉风 染了怒意 表情邪魅阴狠 咬牙切齿的蹦出几个字 你疯了 我 Yes yes 你知不知道瑶瑶是公众人物 你这样会毁了他 哈 太搞笑了 原来他也知道 公众人物是要脸的 迫于系统的淫威 我忍太久了 忍到现在 差不多就是个和报状态 我越看近在咫尺 顾沉川的脸越来气 直接给他裤裆来了一脚 顾沉川没料到我会偷袭 熬得惨叫一声 窜天猴似的窜了出去 徐星河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站到茶几上 占据高地 我干断你的镊根 顾沉川你什么档次 能凑那么近 跟我说话 你们在公众场合来这一出 哦 现在告诉我 我会毁了他了 怎么的 生日宴会我让你办的 白玫瑰 我让你送的 你俩亲嘴 我给你俩更一块的 你也没说不能直播呀 我开个直播 让全国人民一起喜庆喜庆 怎么了 顾沉川想过来揍我 奈何还疼得扭曲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气喘如牛 发出你 你的声音 我怎么 我活了这么久 终于有嘴了 我凑近顾沉川 抬腿吓了他一下 恶狠狠威胁 宰种 立刻离婚 不然别怪也直接把你老二断了 人发疯后 果然舒服多了 我离开顾沉川 和徐星河的婚房 回到原主妈妈留下的小公寓 一百来瓶 算不得大 好在配套设施齐全 能给我留一处容身之锁 这是这个世界里 徐星河手里 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是的 徐星河财产里值钱的东西 就剩这栋小公寓了 徐星河爸爸 是后妈蛊惑 一直渴待他 在徐星河结婚后更甚 亲情没有一点 反而每天只想着 从他身上捞好处 而顾沉川 不会认为徐星河没钱 甚至在结婚前 跟他签了协议 一旦离婚 徐星河净身出户 这也是我今天着急 跟顾沉川离婚的原因 留着没用还糟心 徐星河唯一的收入来源 就是骗丑 还遇到个垃圾经纪人 钱到他手里 很少不说 最近一言要回来 他的口碑直线下滑 原本不富裕的钱包 更雪上加霜 我从前只关心系统那边的数字 现在要在这里生活 不得不去合计一下 徐星河的存款 以及计划一下后续生活 不算不知道 一算背后都要出一身冷汗 徐星河手里资金就那么点 甚至还因为最近口碑下滑 导致工作违约 要赔一大笔钱 总的来说 就是负债累累 从前我可以装下 毕竟等他和顾沉川好了 什么债务都解决了 我也能每每拿着赏金 回到自己的世界 但现在我要代替他活下去 且不依靠顾沉川 我冲得早 盘腿坐床上算了一下 今天的直播收入 还算可观 足够之后一段时间的开销 现实世界中的 我是个社会版记者 每天找选题 跑一线挖新闻 听来苦逼 但我很热爱这个行业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徐兴和受他母亲影响 学的表演 距离经济约到期 还有一年 这一年 我需要努力上通告 还清徐兴和所有的负债 跟经济公司解约 之后我会跨专业考个研 继续回归到自己热爱的职业里 第二天还有工作 我连夜联系了律师 你好离婚协议 发到顾沉川的微信上 每每进入梦乡 无论如何 先打工吧 人的优势 潜藏在烈势里 危机四伏中 也照样有逆风翻盘的希望 哪怕世界都不站在我这边 我也不会害怕 只要活着 就总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该害怕的是他们 我还有一部剧正在拍摄中 你配 跟颜瑶有不少对手戏 这部剧 本就是颜瑶为了羞辱我 才接下女主角色的 也是在拍这部剧的第一天 颜瑶趁我在她身边 使脚滑落水 栽赃给我 让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网报 原著中写道 顾沉川来时 只看到一抹艳色 如同折翼 从她面前坠落 让她几乎心脏一挺 总的来说 就是我摔得太美太惨 让她见色起意 于是紧张地把我抱去医院 原本顾沉川 还因为颜瑶落水 冲我大发脾气 却不成想 这一摔 让颜瑶的苦心经营 功亏一篑 引起她的妒忌 和更猛烈的报复 本来还在考虑 怎么摔 才不会摔到要害 现在系统没了 我无所畏惧 什么顾沉川眼妖五指 都别来沾边 我发疯后回到剧组 那些之前热爱狗眼 看人低的 都不敢说话了 从前总是阴阳怪气的小助理 看向我的眼神 都带了些战战兢兢 姐 喝水 谁是你姐 你管谁都叫姐是吧 小助理陪笑 姐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翻个白眼 没搭理她 从前 没人知道 我是顾沉川的妻子 也没人知道 我就是传闻中 那个不受宠的 徐家大小姐 倒不是我不想说 是剧情不让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会都知道 不能来提铁板了 设置组一切准备就绪 其他演员都化完妆 严谣才戴着墨镜 姗姗来迟 经历了昨天的事 周围的人看向我们的视线 都带了八卦的意味 还有几个工作人员 举着手机 跃跃欲试 昨天他的团队 加班公关到半夜 人本不错的风评 一招被我撕开一道口子 严谣环视一圈 见我毫发无损的坐在哪 丝毫不在意 周围还有这么多人 直接出口讥讽 见人 见人说谁呢 见人说你呢 我笑出声 哦 见人 说我呢 注意力在这边的吃瓜群众 没忍住发出一阵笑 严谣反应过来 脸都气红了 他恨恨警告 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我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我能得意到他入土那天 导演喊我去吊威亚 听到这话 严谣脸上 闪过一丝幸灾乐祸 我没理他跟五指的眼神交流 神色坦然的走到镜头前 五指神色不耐 帮我戴上威亚 严谣一边化妆 一边忍不住留意我这边的情况 他真的很期待我能出事 但可惜 这次我要让他失望了 导演喊得开始 我在现场导演的试一下 开始往下飞 果然威亚松了 看到事态不对 导演脸色突变 站了起来 严谣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而我也准备就去 一个空中托马斯旋转 一个跳跃 一个后空翻 一个侧翻 完美落地 嘿嘿 没想到吧 之前长跑星人上一线的我 为了自保 学了一首 Chinese功夫 导演组金呆了 严谣正著 我望向镜头 志得意满 导演 威亚坏了 拍之前没有做检查 武术指导好像不太能胜任啊 五指脸一白 正要为自己辩解 过程穿那张晦气的脸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见气氛明智 冷声开口 怎么回事 我哼了声 扬起笑脸 哟 老公 你怎么来了 来看我们之间的第三者你 亲爱的严谣妹妹吗 哦 差点忘了问 昨天力道太大了 你迷你的 你碎的 不堪一击的 小巧玲珑的 超音速的那啥 还好吗 空气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顾晨川脸上 像被打翻了调色盘 他抬起胳膊指着我 你 你 你了三声 眼前一黑 在众人的惊呼中晕了过去 我也愣在原地 他身体这么不好的吗 我大受震撼 剧组紧急把顾晨川送去医院 我本着看热闹的心情 跟着上了救护车 严谣也毫不避讳地跟了上来 他恨恨瞪我一眼 语气却我听幽怜 陈川哥哥 肯定希望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人是我 哦 三当成你这样 确实也是撒戒楷模了 你 严谣瞪我 暗于医生在场 闭嘴了 刚到医院 拍摄现场的视频 就已冲上热搜 热搜此事 顾晨川被徐星河气晕了 时时广场上 广大女同胞纷纷讨论 顾晨川是不是真的很迷你 我努力地捂着嘴 很担心自己直接笑出声 得亏顾晨川还没醒 不然又得气晕过去 把顾晨川送进医院 虽然解气 却也有几点不好 例如女婿住院了 我那不负责任的爸 更能把我爸忽悠瘸了的 后妈桑阿姨 气势汹汹地来探病 还带着徐家令人糟心的毒苗 徐旭 我爸徐江也曾家大业大 因为早年发家的手段 算不得光彩 十分迷信 原助理 徐旭出生那年 我十六岁 我爸特意请了大师 来家里看风水 三阿姨买通了大师 说我是天煞孤星 如果住在家里 会客徐旭 我爸一听吓坏了 原本对我是女孩的不满 累积到发妻去世 累积到现在 已经快要溢出来 我爸狠狠给了我一个巴掌 在三阿姨得意的表情里 把我扔学校寄宿了 每个月扔过来的钱 也就仅仅能做到 不把我饿死 一直到前不久 顾晨川拿我当炎腰替身 要跟徐家联姻 我爸才意识到 对自己气如必喜的女儿 好像还有点用 徐旭一见我 兴奋极了 抱着手里的奥特曼 就冲了过来 奥特曼 打死徐星河这个贱人 许旭才十岁不到 见到我就贱人贱人的叫 可见平时没少被耳濡目染 没关系 我会替奥特曼发声 我爸三两步走到我的面前 碍于周围 有人没直接动手 只是脸色难堪至极 你在发什么疯 我撩下头发 发一些正常人会发的疯 爸爸 我爸看了炎耀一眼 压低声音 哪个男人不会犯这种错 你要多多包容 却还是嘴硬 我跟你爸一条心 那太好了 其实有些事 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我爸一愣 什么事 桑阿姨 其实我爸下边的部门经理怀孕了 孩子是我爸的 他给他部门经理 在玫瑰园买了套房子 还答应这周 陪他拍婚纱照呢 桑阿姨一愣 当场变了脸 抓着我爸的耳朵就要打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畜生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叙叙还不到十岁 你就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好苦 我好苦啊 大庭广众之下 有事回家 回什么家 你现在就给我交代清楚 等等 我打断他们 我还没说完呢 桑阿姨安静一瞬 又死死盯着我看 桑阿姨 你在外边养个那男明星 叫什么来着 最近好像跟刘志骗打得火热 您得多留意 好啊 好啊 我爸瞬间重新占领道德高地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拿着我的钱 在外边包小白脸 你 等等 我再次打断他们 以为这就完了 怎么可能 我偏头冲徐徐眨眨眼 来都来了 做个DNA鉴定再走吧 我语气淡然 看着扭打成一团的 我爸和桑阿姨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徐徐根本不是你儿子 而是桑阿姨和他姐夫的呢 空气静止了 眼窑都瞪大了眼睛 我爸的表情 从震惊到痛苦 抓着心脏倒了下去 我拍拍手 喊住路过的小护士 来人呐 来人呐 我又气晕了一个 顾晨川这些年 生活不规律 落下很严重的总裁 标配胃病 这回也是因为 近些天没休息好 再加上连着两天 被我气急攻心 之前身上的小毛病 一起造反 干脆住院了 可喜可贺 锣鼓喧天 也可能是被我最近几次发疯吓到了 颜窑回回下戏 就往固沉川那跑 压根顾不上来找我查 总之 我日子好过很多 还有心情 每天去网上吃瓜 目前 网上有三派势力 争斗不停 一派是纯纯的吃瓜群众 每天在网上 我 大言不惭 徐姐 内娱很无聊 你来说几句 一派是被我的真性情 吸引的粉丝 徐姐 我们在内娱唯一的姐 还有一派 是我的黑粉 以颜窑粉丝为主 每天都在阴阳怪气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喜欢 故意撞山耍心机 趁着拍戏 故意把人推进水里 泄丝粪 还介入别人感情的人吧 此时此刻 我的粉丝就出来了 还有人不知道 许星河是顾成川 结婚证上的老婆吗 我喝着奶茶 看他们吵架 心情正好 顾成川晦气的电话 就打了进来 想到离婚的事还没落定 我选择接通 他声音有些哑 我住院三天了 你一次都没来 我毫不意外 他会感到意外 毕竟之前他有一点生病 发热不舒服 徐星河都会上 赶着跑前跑后的做饭伺候 甚至到后来 因为顾成川有偏头痛 徐星河都打算去学个专业按摩 可惜我不再是从前的徐星河 我又不是医生 再说不是有人看着你 还需要我去 顾成川文言 语气莫名软了点 我就知道你还在意 离婚协议 我就当没看见 不是 他说他当没看见 我就急了 你凭什么当没看见 我花了几百块钱 连夜请律师写的 你说没看见 就没看见 徐星河 你又在闹什么 顾成川声音又提高了 没人动你顾太太的位置 这还不够 有时候真的很好奇 虐文男主 这种脑回路 究竟是怎么虐到女主的 还不等我反驳 顾成川紧接着 明天我爸妈过来 OK So 你不来 你们家的单子 是不是不想要了 现在还想用徐家威胁我 可惜威胁不到 你别给 谁给谁孙子 顾成川声音瞬间阴沉下去 徐星河 你别后悔 我不等他再说话 直接挂断电话 很快的 顾成川的报复来了 他先截了我爸两单 却不知道我家内乱 徐旭确实不是我爸的儿子 我爸直接被弃住院 就住顾成川楼上 现在估计火急火燎 顾不上公司的事 而桑阿姨不仅没出现在医院 甚至还找了律师 看谈徐家家产 他能争取多少 这些年因为有徐须傍身 他给我爸灌了不少迷魂汤 虽不至于直接让我爸破产 却足够伤筋动骨 顾成川见我沉得住气 在右手道 我离婚起诉书后 终于坐不住了 虐文男主真的很难评 你在身边闲爱眼 但要离婚又不行 初夏 日数如荫 经纪人韩强 把我叫去经纪公司 往我面前扔了一份文件 最近停火呀 徐星河 都有综艺 找你当常驻嘉宾了 这档综艺还是来了 原助理 这档综艺算重头戏 节目组请了我和炎瑶 而我拿了恶毒女配的台本 要在综艺里一再陷害炎瑶 以夺取眼球 制造话题 我会因为这档综艺被全网黑 手机号被曝光 微博评论区被黑粉狂轰烂炸 后台私信也收到不堪入目的诅咒和辱骂 接到公司的粉丝礼物里 被放了死老鼠和死蟑螂 甚至有炎瑶的粉丝 到线下来颇有期 到宣传活动上扔鸡蛋 徐兴和因此饱受折磨 精神失常 而也正因此 顾晨川开始心疼他 他们的感情升温了 徐兴和失去的是身体健康和快乐 可顾晨川却得到了爱情啊 我懒得睁眼瞧他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韩强冷哼一声 毫不在意给点了直言 在我面前吞云吐物 与其他人不同的 韩强一直知道我的身份 同样的他也知道 我有多不得宠 韩强此人 跟其他光鲜亮丽的 内娱从业者不太一样 他油腻圆滑 善于钻营 最擅长见人下菜碟 原助理 顾晨川最后为徐兴和出头 让韩强给他下跪 韩强非但不生气 还笑嘻嘻地 毫不犹豫地跪在徐兴和面前 所谓能屈能伸到了极点 我翻着文件 这是当田园生活真人秀 从前热度很高 到后来 大家许是生活过的苦 见不得明星们 在综艺里干干浓火 吹吹晚风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纷纷抵制起这档节目 这一季 顶着压力开的 为了噱头 找了一些话题度很高的艺人 又从录播改为直播 跟原著中一样 这档综艺 原本在比较靠后的情节 因为我最近的发疯 导致这个情节提前了 节目下周开始 直播 韩强吐了口烟雾 台本你看到了 你的情况我也知道 徐兴和 顾总说了 如果你不想接这个通告 不想毁了自己的心图 就去找他服个软 再怎么说你也是顾总夫人 只要你服软 谁说我不想接的 韩强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表情乐然 我眼里闪过金光 双手还凶 这档综艺我接 本期节目组请了六位嘉宾 除去我和颜瑶外 还有刚刚离婚的影后江苏 饱受争议的富二代女性林浅 一直有被女老板包养 传闻缠身的 寒门出身的 心境炸子机乔川 和总被人说油腻的 潜影的情笑 话题杜拉满 恰好在暑期直播 又因为嘉宾足够抓码 粉丝外不少看热闹的路人 也好奇 我们这批人会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早早地守在手机前 我下了飞机 刚上车 PD就指向手机屏幕 直播已经开始了 见我入镜 弹幕瞬间刷屏 徐姐 马上就见到颜瑶了 你开心吗 我开不开心 不太确定 我笑了声 我老公见到他 应该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徐姐 你能不能冷静点 话说你真的跟顾晨川结婚了吗 怎么要我�晒结婚证吗 大喜的日子 能能别说这么晦气的事 老公你在看吗 离婚协议 什么时候签一下 顾晨川还真在看 而且看的还是我的个人画面 听着我说的话 他拳头一紧 当场黑了脸 弹幕还在刷 你要跟顾总离婚 是因为严谋吗 是也不是吧 我答的轻松 又扎又不行 我图他什么 哦对 跟你们说啊 越有钱的人越抠 我们之前婚前协议 离婚我是要近身出户的 不过无所谓 姐也能挣 卧槽 豪门太太真不好当 徐姐离婚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知情人士透露 顾晨川之前跟严谣才是一对 徐兴和是利用徐家 逼顾晨川结婚的 你们是不是忘了 徐兴和之前 推严谣进河里 还想他资源啊 拜托 说不定徐兴和这边也有人 他们早就够玩个的了 徐姐 好奇 顾总真的很迷你 很超音速吗 我精准捕捉到这条 秒回 这个呀 这你得问问严谣 很久没见忘了 他最近应该经常 徐老师 PD脸都别红了 别说了 我怕封号 我摊摊手 他不让我说的呀 可不是我不说 话音刚落 弹幕上飘过一片 哈哈哈哈 难得和谐 我直接把座位放平 准备睡了 最近买了书准备考研 昨晚刷题到很晚 要不是为了发疯赚钱 这综艺我是真接不了 山间生活 徐景在南方小镇 青山绿水 风景宜人 我到时严谣已经在呢 估计是听说了我刚刚的直播 他脸色沉着 并不好看 镜头隔着一些距离 跟其他几位嘉宾打过招呼后 我站在炎耀面前 他扫了眼镜头 咬牙切齿 徐星河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笑了 你等等啊 我马上告诉你我想怎么样 我回过头 看到一个游走机位 冲他挥挥手 摄像老师 摄像老师一脸懵 不确定的指个下自己 我点点头 示意他过来 摄像看了眼导演 在王导点头后 带着直播设备 走到我们面前 我冲镜头挥挥手 大家好 看得见我们吗 弹幕刷得飞快 几乎卡顿 徐姐要干什么 让摄像过来 派他和炎耀 不愧是封批 我预感他要搞事情 徐表能不能离我们炎耀远点 恶心死了 心疼摇摇 眼眶都红了 炎耀死死盯着我 一边恨不得把我剥皮抽筋 一边要在镜头面前 炎好楚楚可怜 和渲染玉气 一张脸都要扭曲了 我没理他扭曲的脸 声音爽朗 好久不见啊 炎小姐 今儿怎么这妖巧 有时间上综艺了 不用去伺候我老公了 炎耀没想到 我当着他的面 还这么发疯 小脸顿时煞白 对了 刚刚有人问我 顾总是不是真的很迷腻 很超音速 我都忘了 你应该挺熟吧 炎耀被我气得发抖 额头青睛直跳 你别太不要脸 我答得随意 要脸干嘛 还得洗 我不要脸我承认 你上赶着 给人当三你承认吗 炎耀彻底哑声了 他恨恨瞪向王导 可王导是个善用台本 和拉踩敌人的方式 让嘉宾在节目组撕扯 以此制造爆点的人 看我这样 他兴奋的眼都红了 自然舍不得放弃流量 然而顾晨川是他的金主爸爸 再舍不得 他也得切 直播结束 炎耀一改刚刚的楚楚可怜 冲我高高举起手 徐星和你个贱人 我自然不会被他打到 可谁知 却有人挡在我的面前 是江苏 他生得清冷美艳 此刻装扮休闲 整个人松弛又高级 看向炎耀的表情 却毫不客气 怎么想动手 我和炎耀同时愣住 我是没想到江苏会出面 炎耀有些进退了难 江苏在业内地位不可谓不高 前段时间离婚时 更有人扒出他的身价 跟故事不相上下 炎耀脸色变了又变 最终挤出一句 我就是太生气了 当别人第三者 每天做些不入流的小动作 你有什么资格生气 江苏说得直接 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正脸都懒得给炎耀 进去 别管他 炎耀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出声威胁 徐星河 综艺还在路 你别忘了自己拿了什么台本 赔得起违约费吗 我看你还能得意几天 我们走着瞧 好啊 我冷声应道 我们走着瞧 当晚节目组剪辑了白天直播的cut 我的单人cut直接火出圈 我这边倒是没受什么影响 倒是顾晨川那边 不少平时跟他走得近的 都对他的下半身很好奇 顾晨川脸又轻又紫 却又无法自证 只能给我发微信 徐星河 你真是好样的 下一秒他被我拖进了黑名单 前两天 剧情还算常规 开着直播跟拍 我们摘菜 卖菜 以此赚生活费 除了我会阴阳怪气 颜摇两句 节目整体也看点十足 六个人不知不觉 就分成了两派 我江苏 林浅 乔川 秦孝一派 颜摇一个人一派 这倒是很出人预料 镜头前客套 可直播一关 连个乐意跟颜摇说话的人都没有 江苏大抵是看不惯 林浅曾经跟他有过竞争 还被他的粉丝骂过 乔川从头到尾 小心翼翼 规避岩摇的靠近 秦孝向外表露的人设虽油腻 可本人就是个老干部 战战兢兢 生怕说错话 直播一关 立刻回房间打太极 是真 太极 两天后 综艺台本上安排的剧情开始了 江苏包着荔枝 跟我闲聊 不想演 可以不演 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最多拖着通告费不给 我立刻卖萌 缺钱啊姐姐 江苏笑着看我 不怕被黑的以后都没工作 会混不下去 我接过荔枝 在此之前 我一定让他先混不下去 今天我要扮演恶毒女配 按照台本的设定 今天是我准备晚饭 晚饭是火锅 而我在明知 盐瑶海鲜过敏的前提下 故意在锅底里放了 能让盐瑶过敏的海鲜 盐瑶用尽毕生的演技 当场差点休克 他的团队立刻下场引导粉丝 说是我与盐瑶不合 矛盾激化 才故意这样做 目的是让盐瑶不能再参与 接下来的直播 而盐瑶连夜去医院 深残至尖 递在第二天 被助理用轮椅回来 收获了粉丝铺天带地的心疼 和网友说他敬业的好评 而我则收获了 暗无天日 无休无止的辱骂和网络暴力 江苏还是不放心 跟在我身边帮我洗菜 弹幕又刷了起来 就我磕到了苏姐和徐姐吗 是吧 我也觉得 渣男有什么好 徐姐跟苏姐很好 楼上别KY谢谢 江苏只是人好过来帮忙 徐星河也配 这条刷过 挑适的立刻来了 碗最大的都来帮忙了 其他人是真做得住啊 今天不是徐星河准备晚饭吗 今天是第一次嘉宾 独立准备晚餐 大家装也装一下呀 林浅 乔川和秦孝 原本就打算过来 正在一边洗手 大家都过来 盐瑶再不动 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因为是田园生活主题 地点又在能家乐里 节目组给的食材 都比较原汁原味 牛肉 羊肉 鸡肉 都需要手切 盐瑶过来时 我手里正拎着一只鸡 还不等它开口 就见我手起刀落 嘟 这一声切下了鸡头 盐瑶看了眼案板上的鸡头 不自觉吞了口水 蹲到一边洗菜 不敢说话了 盐瑶本就是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人 笨手笨脚的 忙没帮上不说 还不小心划伤了手 他呀一声 眼眶立刻红了 一边小心翼翼的捏着手指 一边唯唯曲曲 对不起大家 没有帮上忙 我平时不太做饭的 粉丝瞬间心疼疯了 开始疯狂刷弹幕 盐瑶快去处理一下伤口 呜呜心疼宝 盐瑶的手是弹琴的 怎么能让她做饭呢 节目组能不能保障一下 嘉宾的安全啊 宝贝别自责 谁都有不擅长的是吗 再说了 你是女艺人又不是厨子 这种脏活累活 就应该给脏人做 我看着 白眼都要翻上天 你是对不起谁啊 对不起 我们还是对不起粉丝 你也没帮粉丝忙啊 要真觉得 对不起我们能不能对着我们说 别对着镜头演戏了 你这演技放作品里 高低能拿个奖吧 对对对伤口 快处理一下 再不处理就要愈合了 节目组呢 快给伤口一个特写 不然我怕观众们看不到 他自己非要过来 凑热闹你怪节目组干什么 拉不出屎来 你是不是还要怪毛坑 啊对对对 你接手是弹琴的 别人就是天生伺候别人的命 你说这话 背叛阶级了吧 不想学做饭 是个人自由 但请不要看不起在劳动的人 要不是前辈们心情劳作 你现在能有时间在这骂我 素质可以低 但尽量别没有 话音落下 弹幕瞬间逆转 徐姐 我的内语嘴T 多说点我爱听 这么点伤就开始哭哭哭 很难想象 拍戏中的那些摔大的镜头 这位是怎么坚持的 做脏活累活的就是脏人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享受着你们所谓的脏人 带来的多少福利 月薪三千 心疼月薪三千W的人 粉丝真会自我 屁有爱 有意说一 徐姐干活真利索呀 看着好解压 徐姐骂人也解压 加一加一 炎瑶原本还得意 看风向 对我三言两语就逆转了 脸瞬间拉了下来 为避免失态 他被工作人员 带到一边处理伤口 王导在机器后 疯狂给我打手势 我汗手势意 自己知道了 转身开始准备火锅底料 农家乐条件 没有那么好 屋里空间小 出于直播出来 更好看的目的 我们露天吃饭 六月的天 虽说焦区温度比城市低些 却也没低太多 但为了让我害炎瑶一把 故意选择吃火锅 节目组是努力了的 好在我锅底调的好 炒熟了辣椒 还倒了牛奶 众人一吃就给出了一只好评 林浅嘴上说要减肥 筷子却很诚实的 加了好几块肉 严谣就不一样了 他刚刚受了气 属于是一刻也等不及 两口没咽下去 就属然开始抓到身上 不敢置信的质问我 徐兴和 你在锅底里加什么了 他皮肤白 身上瞬间被抓到出红痕 你是不是加海鲜啊 你知不知道我海鲜过敏 我淡定的咽下嘴里的肉 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没有啊 话音落下 炎瑶动作顿住 你说什么 我说我没加海鲜 江苏开口了 他确实没加 因为我告诉他我海鲜过敏 节目组一共就准备了 弄点提味的质子 我亲手给动冰箱里了 导演 我也愣住 江苏压根就没跟我说过他过敏 质子也是我动起来的 只不过当时厨房不少人 没人留意 炎瑶脸胀红了 手上抓到的动作也没停下 你没加海鲜 我怎么会过敏 那真是奇了怪了 我冷笑 快去医院吧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过敏人 免得下次没注意又过敏了 人没了怎么办 江苏没忍住看我一眼 笑出了声 王导疯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案台本来 说过呀 我漫不经心的玩指甲 但节目组提前标好了每个嘉宾的忌口 我明知炎瑶海鲜过敏的前提下 还在锅底里加海鲜 这已经超出综艺节目的范畴了 这属于故意伤害 如果我真那么做了 粉丝报警 警察过来调查 发现炎瑶压根没过敏 是装的 又发现我这么做是节目组的受益 咱们节目不就凉了吗 王导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王导血压高了 矛盾爆点越多越好 但主线不能丢 他可是明明白白答应了顾沉川 让炎瑶出个气的 结果现在网上都在说炎瑶莫名其妙 就差把药栽赃陷害徐星河斜脸上了 虽然他也看不惯这宠妻灭妻的戏码 但只要综艺有爆点有流量 能成为他未来的show piece 什么都无所谓 再说了男人吗 还是有钱的男人 行为上都多多少少沾点病 那你可以提前跟节目组沟通 这些问题节目组也有办法解决 他们确实有办法解决 原助理 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找实习生出来背锅 是实习生露写了炎瑶海鲜过敏 但炎瑶粉丝不信 之前炎瑶海鲜过敏上过热搜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时在直播 我格局小了 不然我们再来一遍 我话音一落 王导脸都绿了 咬牙切齿 不用 下一场没问题吧 我 没问题哦 下一场原本是炎瑶从医院回来 后来找我 跟我说都是他们工作失误 才导致我不知道他海鲜过敏 让我别在意网上的话 而我以为那里没有摄像头 直接给了炎瑶一巴掌 粉丝们当场就心疼哭了 想直接拔了我泄愤 而这次因为我压根 没让炎瑶过敏 剧情重新安排为 炎瑶来给我道歉 我不领情 而后再动手 属于是又逻辑自洽了 王导屡气威胁 我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任何岔子 我听了 嗯 两声答应着 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我还希望自己能报复呢 但我又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炎瑶工作室 先是发了炎瑶猫猫过敏的证明 又连夜把小助理家的梨花猫 带到节目组 补拍了炎瑶为猫弄猫的视频 炎瑶也配合着发了一条微博 我真是个过敏体质 竟然猫猫过敏 以后都不能投喂流浪猫了 哭哭 下面还配了张嘟嘴委屈的视频 我立刻留评论 流浪猫挺干净呀 一点不像家养的 瑶瑶好善良哦 竟然随身带猫条 炎瑶没忍住 直接给我扇屏拉黑了 虽然他手速快 但截图已经得营销号疯狂搬运 网友瞬间笑成一片 我也没忍住笑出声 这就破防了 确实破造了 晚上 激动人心的山巴掌剧情他来了 我跟炎瑶被安排在隐藏机位前 他许是被王导和顾晨川为了定心丸 看向我的表情很是得意 脸上写满了 你在发疯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陪我演戏 灯光暗下 我装作恰好出门的样子 刚好撞见在我门外徘徊犹豫的炎瑶 弹幕上网友在刷 这个摄像头是节目组故意开着的 忘记关了吧 这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演员隐私了 有人私信节目组吗 我去 一下 这俩姐碰上了 有看头了 别急呀 前面的 等会在 我看见炎瑶 正要像台本里写的那样 打算避开他走 就听炎瑶叫住我的名字 徐兴和 我回过头 好整以侠看着他眼 炎瑶大概报仇心切 在此刻用尽了他此生全部的演技 节目一直在直播 我也没有抽出时间来跟你道歉 现在这边没有人了 我 我耽误你两分钟 对不起 因为过敏症状太像了 我下意识就以为又是吃得出了问题 他眨巴着眼 几乎要落泪 当时 是我意识情急才对你态度不好 对不起 弹幕上 瞬间被炎瑶的粉丝淹没了 呜呜呜 瑶瑶太善良了 这里可没镜头 路人们能不能跟炎瑶道歉 说到底两个女生闹成这样 还是因为男人的事 凭什么顾沉川就隐形了 拜托啊 前面的 徐兴和根本没有放海鲜好不好 他凭什么不能被道歉 你们怕不是忘了徐兴和什么语气 还咒瑶瑶人没了 有这么说话的吗 那也是炎瑶乱咬在先 但下一秒 弹幕就空了 因为我一言不发 狠狠甩了炎瑶一巴掌 炎瑶震惊 王导明明说是假打的 还嫌不够解气 我趁着他没反应过来 又甩了一巴掌上去 炎瑶直接被我打懵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当晚热搜前三 被我承包了 第一个 徐兴和请道歉 第二个 徐兴和打炎瑶 第三个 徐兴和滚出娱乐圈 原助理 徐兴和只是打了炎瑶一下 没有我打得这么狠 所以没有闹到这么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次 因为我打得太凶 瞬间把炎瑶的粉丝们给点了 原先站在我这边的正义网友 也转头 就去帮炎瑶说话 大概内容就是 公报私仇 慈禁狗滚出娱乐圈 王导有些头痛 一边节目热度爆了 一边炎瑶粉丝太疯 场面一度有些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的诉求很明确 首先要我公开道歉 其次要我退出节目录制 再次要直接封杀 许藏我 王导让我先公开道歉 后续会安排我退出节目录制 再往后的是 他不想掺和 算是豪门恩怨纠葛 他也没资格掺和 我答应得爽快 好啊 没问题 顾晨川意识到我把他拉黑 电话打了进来 徐兴和 你还不低头吗 我从善如流 别烦我 我急着写道歉信呢 第二天我刚醒 就见江苏 林浅 乔川站在我的门口 怎么回事 我耸肩 我把他打了 江苏面上闪过担忧 你别担心 我 我拍拍他的肩膀 事宜没事 林浅和乔川 也有些担心地望向我 唯独八点半睡觉的勤笑 打完太极回来 一脸茫然 发生什么事了 很快 我就知道 江苏为什么如此担忧了 可能是我的嘴开光了 严谣的粉丝真的报警了 警察就等在门口 等我公开道歉后 把我带走 而严谣则是精心化了粉丝 看了回心碎妆 坐在那 眼神怨毒 我妆都没化 素面朝天 等着直播开始 网导上午还看着焦灼 如今就又对着直播的 预约人数红了眼 我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气定神闲的 在沙发上玩起手机 下一秒直播开了 弹幕瞬间被刷疯了 认识到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了吗 徐星河退圈 有镜头的时候 踩着别人立心直口快人设 没镜头的时候 扇人巴掌 真是好大的本事 我前几天还对他挺有好感呢 再怎么样 也不能直接打人吧 要是小三感 这么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我也打 总之打人不对 再说中间门道 到底怎么样谁知道 大家都是看热闹的过客罢了 认真你就输了 现场有警察去了 直播完立刻带走 交给法律吧 颜瑶得意的看我一眼 你不道歉吗 哦 我听到话才淡定的放下手机 我是来道歉的 颜瑶哼了声 一副吸听我道的样子 但不成想 下一秒 我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 跟他道歉 而是冷笑一声 眼睛直视镜头 但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道歉 话音落下 全场哗然 我没停 继续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依据节目组的要求做的 节目组让我在锅底里放海鲜 造成颜瑶过敏的后果 以制造我们之间的矛盾 但我没放 因为我怕颜瑶出事 我拍个综艺 拍成法治咖 昨天打巴掌 也是台本里写的 今天原本的计划是 我跟颜瑶道歉 然后宣布退出节目录制 但我没想到 有人报警了 我停了一下 一字一顿 吐字清晰 我想问警察同志 如果是在拍戏 这一切都是台本 那我在拍戏中 因剧情需要跟人动了手 这种情况是需要被拘留的吗 颜瑶当场变了脸 你胡说 我是徐家最不受宠的女儿 从小到大吃穿住用 只能维持温饱 长大后眼下爱上一个人 我爸看中他家家产 同意我联姻 我原以为结婚后一切都会好 却发现他只把我当替身 跟我结婚后 也依旧带着小情人还有 这位颜小姐招摇过世 我没钱 没背景 被诬陷 被泼脏水 如果不发疯 根本就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所以我想问 是不是普通人在娱乐圈谋生 没钱没后台 就只能成为你们资本的气子 被骂就算了 还要被送进橘子 以上我问完了 话必全场落真可闻 江苏一愣 欲言又止 乔川张张嘴 却始终没说出什么 锤在一侧的手握成了拳 我在摄像机后 看见了一个人 顾晨川 他站在众人后 看向我的眼神 慧暗不明 颜瑶也看见了顾晨川 形势急转直下 颜瑶反应很快 当场红了眼眶 他望向我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 咄咄逼人呢 我只是想让我的日子 好过一点 我很久之前 就喜欢顾晨川 但因为家境不好 顾晨川的妈妈不同意 非要我们分开 后来我好不容易 走到这个位置 你知不知道 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子 在这个圈子内打拼 要吃多少苦 我终于走到今天 我今天这样做 也只是遵循 这个圈子的规则而已 警察同志 是我的粉丝 不了解实际情况报了警 我替他们跟你们道歉 警察叹了口气 跟着剧组的工作人员 去了解情况了 颜瑶望向顾晨川的眼神 渲染玉气 可顾晨川却只在看我 但怒刷得飞快 娱乐圈真是个吃人的地方 乱报警的进去吧 真服了 所以刚刚如果徐兴和不说 警察就真的会把他带走 颜瑶哪来这么大脸 刚刚还在指高气阳 要人道歉 你看顾晨川 要搞徐兴和的样子 明明是夫妻 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丑 颜瑶轻轻松了口气 他以为他的救场很成功 但不成想 我开口了 你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则 颜瑶一愣 我看向他 眸光四刀 尚未靠拉财女性同行 演技都用在作品外的撕逼上 从前话里话外说 我有金主 物化女性 默认女性尚未 全都依靠前规则 你认为你的不容易 来自于你的出身与性别 但出身没办法选择 生而为女更没错 影响这个社会 对贫穷于女性看法的 并不是你 而来源于人性中 热衷于以偏代权 以少数评价 多数的粗暴思维 这种观念 几乎等同于学生时代时 不擅长学习 就被认定为学校渣子 成年后染粉色头发 就是轻浮丢人 不结婚就是变态 没社会责任 简单来说 就是偏见 你吃过偏见的苦 但当你有能力时 却做不到去打破偏见 体谅更多普通人 与女性的不义 反而选择成为加害者 即便不身先士卒 是你的自由 但你的行为 也确实得不配位 跟顾沉川这种 没有脑子的种马 相配得很 眼咬表情僵住 过程穿脸黑的 像是能滴出水 空气一片寂静 甚至原本刷屏的弹幕 都空了一瞬 是江苏仙打破沉默 我拿了影后满贯 拍出过很多部 深入人心的作品 毫不夸张地说 我这一辈子 在这个行业 算是做到了顶尖 她深吸一口气 眼眶微红 可现在 大家记住的 却不是我的作品 而是我的桃色新闻 他们只记得 我是个离了婚的女性 并以此评价我的失败 我不明白 为什么婚姻的失败 要上升到我的整个人生 明明犯错的不是我 明明婚姻 只是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没有被包养 乔川也开口了 我只是家里没有钱 我靠自己走到今天 当初狗仔拍到的照片 是我在敬酒 但也仅仅只有敬酒 我因为拒绝 跟他去酒店 丢了好几个通告 但没人在乎 他们只觉得普通人 如果没有资本 就走不到那个位置 他们能轻易否定掉 一个人的努力 简单的想当然 无论我会为今天说的话 付出什么代价 成功的时候 没人知道我是林家的人 林浅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帅过 秦孝一开口 刚刚凝重的气氛 下去大半 众人纷纷忍俊不禁 弹幕上也被 哈哈哈刷屏 但后来大家都说我犹豫 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也变得不自信了 作为站在大众面前的明星 我应该去听取建议 星河今天的话 为自己 也为所有生活在别人目光下的人 去听那些话 但不要困在言语编制成的牢笼里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自己 别活成带着偏见的人 我们每个人 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别人的偏见里 我们都被偏见审视 却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偏见 江苏说 哪怕叫不醒别人 但星河的话让我自省 林浅点头 我知道节目组有剧本 却也默认了这项潜规则 我为此感到脸红与愧疚 乔川轻轻呼出一口气 该退圈 退出节目的不是徐星河 是颜瑶 请颜瑶退出节目 请节目组背后的资方 节目组 颜瑶向徐星河道歉 我也仅代表自己 跟徐星河道歉 请笑最后补充 直播暂停 颜瑶脸色惨白 网上掀起惊涛骇浪 顾晨川往这边走 颜瑶要去抓顾晨川的手腕 却被他一下甩开 他站定在我面前时 我的前面已经挡了齐刷刷的人 顾晨川声音尖色 徐星河 我只是想跟你谈谈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我以为 这次也跟之前一样 你还会回来 顾晨川在颜瑶不敢置信的眼神中继续说 徐星河 我不想离婚 颜瑶奸声 顾晨川 你一直在骗我 你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顾晨川看向他 眼中没有一丝温度 我从来没承诺你什么 还是你以为 过了这么几年 你就能进顾家的门了 颜瑶浑身颤抖 目自欲裂 下一秒 他嘶吼着 毫不在意形象的 冲向顾晨川 又被反应很快的保镖拽开 顾晨川 顾晨川 你会遭报应 现场人很多 大家都进末地 无声地 看着眼前这场闹剧 颜瑶不知道被带到哪里 我隔着不远的距离 看着顾晨川的眼睛 有一瞬间的恍惚和难过 这下是来自 从前徐星河的情绪 其实徐星河会喜欢顾晨川 很简单 徐富生日宴 A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都拆人来露面 徐星河难得回家 那时他还在渴望着 徐富能良心发现 分给他一点父爱 原本应当像徐旭一样 众星捅月的他 穿着已经过时 却唯一得体的一件礼裙 格格不入地 站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 却被徐旭恶作剧 扣了一身蛋糕 徐星河的脸上 火辣辣的疼 眼眶酸涩 里面有泪水在打转 聚焦在身上的视线 并不友好 他没有等来父亲的关怀 只等来了一场哄堂大笑 徐富觉得丢脸 说叫人带他下去换衣服 他原本期待着 能回到小时候住的房间 却被帮佣领去后门 扔了一卷 从厕所里 顺手取的卫生纸在身上 扇日宴也快结束了 老爷让你滚回去 别再这丢人现眼 徐家女儿就是这样不堪 哪怕只是在徐家工作的帮庸 也能顺着主人的气 对他吹胡子瞪眼 那一丝的期待消逝 心底是彻骨的喊 徐星河突然很想自己的妈妈 就是在这时 在他转身的下一秒 见到了站在路灯旁 抽烟的顾晨川 他身高腿长 长相英俊 路灯都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 让徐星河差点没一开眼 而那时的顾晨川 也望着徐星河愣了一秒 差点燃尽了烟 徐星河误以为那一秒是一见钟情 却不想 这只是顾晨川透过徐星河 看到了自己的初恋 回过神的顾晨川 冲徐星河笑得好看 去哪 送你一程 徐星河犹豫一下 报了地名 黑色宝石节挡住了徐星河的狼狈 让他产生了一种 自己也能有一处容身之所的错觉 这只是开始 然后是一周之后 顾晨川带了一套最新款的礼裙 去见徐星河 看见了 觉得很趁你 我保证 这条裙子不会再脏了 由此 徐星河一头栽了进去 到后来 顾晨川跟徐星河结婚 从捧在手心里宠着 倒放在脚底下踩着 徐星河以为自己有家了 可这家转眼就变成了 顾晨川带无数小情儿回来的酒店 徐星河不知所措 只能彻夜听他胡闹 转而怀疑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我曾经很多次的想到这些情节 从嘲笑虐闻 不禁推敲的剧情 倒反省人 哪怕在虚弱的时候 才更要保持清醒 不能被感情承虚而入 即便最后 看似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却依旧认为讽刺 那是另一种悲剧 因为徐星河的眼里 只有感情与这个男人 他的余生中也只有这些 但我却在这一瞬间 理解了他 人局限在一个地方 埋头久了 难免有人生 只能浑稳度过的错觉 却忘了生活 还有其他可能 若他能听见 我是想告诉他的 人生不是一条波澜不惊的河 而是一片波澜壮阔的海 回过神 我望着顾沉川的眼睛 一字一顿 没有人会一直犯贱 你可以撤资 可以继续用顾家压我 但我不认输 这次不认输 以后的每一次 也都不会认输 在田园中彻底停播 最后那场直播 也在业内引起轰动 观众 明星纷纷抵制起 真人秀综艺 不合时宜的剧本 抨击行业内的潜规则行为 江苏觉得这不够入目三分 我们一致认为 许多偏见与潜规则 不只存在于这个行业 而存在于各行各业 只不过 我们活在美光灯下 更容易被看到而已 同年9月 江苏成立慈善基金会 旨在为所有遭受偏见 遭受潜规则的人 提供法律援助资金 而很令我意外的 我的通告 没有因此而被停掉 反而不少节目 都邀请我做嘉宾 韩强也莫名 被查出职务侵占 每每进去了 收到律师消息 大学生 顾沉川神情复杂 他捏着离婚证望向我 有些恍惚 在等他回过神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医院一别后 我没再回徐家 徐江却找上了我 桑阿姨跟他离婚 分走了将近一半的家产 再加上 发现自己捧在心肩上 疼了十多年的儿子 真不是自己亲生的 无异于晴天霹雳 而更让他大受打击的是 他去查体 发现自己不能生了 于是他一直气如必喜的女儿 竟然成了他唯一亲生的骨血 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句 人到中年 报应来了 他来见我的原因很简单 想让我继承家业 顺便要求我 未来结婚 可以部门当户对 但孩子必须姓徐 我的白眼都要翻上天 徐江面前放着一杯茶 他盯着我 浑浊的眼睛里 写满疲惫 兴河 别再怨我了 我不怨你 因为之前那个徐兴河 已经不在了 我冷着脸 一字一顿 但这确实是你应得的 多行不易必自闭 天理如此 人世间才会更加值得 不是嘛 我爸的脸挂不住 徐兴河 你如果不识好歹 徐家我一分都不会留给你 我笑了声 我不稀罕 原著中 徐兴河选择了原谅 但徐家这么多年 不思变革任人为亲 中间窟窿早就大得都不住 很快就走向了拓产 而徐富也因为知道一些真相 事业与家庭的双重打击 令他大受刺激 中风 一并不起了 我走出茶室 抬头望天 风和日暖 这或许也是小说世界好的一点 善恶中有报 第二年春天 我考研上岸 跨专业 考到了首都传媒大学的新闻系 这消息一出 又在网上引起轰动 之前还以为徐兴河是在立独立女性人设 现在发现她在搞真的呀 之前的违约金还得差不多 顺利的话 我会在夏天解约 跟这个行业告别 江苏也逐渐淡出娱乐圈 专心做公益 我们时常见面 我早已不关注 颜瑶和顾承川的生活 却从他嘴里得知了他们的近况 颜瑶在之后 为了尚未拿角色 爬了不少老板的床 他默认的这套潜规则 也终究毁了他 颜瑶被爆出来 得了艾滋 而顾承川原先晕倒 不仅是因为胃病 还被查出了脑胶质瘤 三期 做手术预后也不会太好 这倒是原著里没有写到的 顾承川想见我 我没打算见 他却自己找上门来 脸色苍白 浑身病态 哪还有之前金贵的模样 我绕开他要走 顾承川却拽住我的手腕 声音艰瑟 对不起 我不会在乎一个陌生人 也不会为他的愧疚买单 他的愧疚 在我眼里根本不值钱 入夜 江苏约我见面 他在A市江边的大平层顶楼 桌上摆了刚开的红酒 说是庆祝我考研成功 红酒在行酒器中摇晃 液体心红香醇 江苏穿着休闲 笑着看我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想去跑新闻 想不开 久亦微醺 我看着他笑 半真半假的开口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本书 原本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安排好了 我是穿越近来的外来者 我笑了 真的呀 是真的 空气煞时安静下来 我们在落地窗前 看着外面的江景 入夜滑灯出上 绚丽的城市霓虹叫人一不开眼 江苏沉默一顺 像是信了 那你不想回去吗 我看着窗外的夜景 其实刚来的时候 我是想过的 在另一个世界 我还有筹备半年的专题报道 还有专门针对山区女孩的自助项目在进行中 之前答应过那么多双殷切的眼镜 说我会帮助他们 我在曾经跟着系统的剧情 就为了拿更多的赏金 钱是个好东西 它能让我活得更好 也能让我帮助更多人 可惜有时 命运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人生总有遗憾 我相信他们现在过得很好 而哪怕拿了聂文女主的剧本 我的人生也依然会向前 向前 全文完